其实这些影片现在 我们要再回去回溯它 都有一些是找不到的 对 回损得很严重 对 这个很严重 然后因为这次我父亲过是 我们就是开始找他一些 过去的影史资料 那发现因为那时候台湾自厂 就是因为921地震之后 所有的公司都毁掉了 所以他们所有的资料都移到了 国家电影中心 就是以前的那个电影资料馆 那可是电影资料馆也不完全 也没有很完整 所以找到很多 有的有影像没有办法修复 或者是只有声音档 没有画面 对 都很可惜 那现在这次那个 他们的国家电影中心的执行长 林文琦跟我联络 就是说他希望 藉由我父亲这个活动 就是我们会办一个纪念影展 对 他希望要推动一个 就是修复数位电影的一个计划 他还希望能够 就是说一些企业人士 或者是对这些老电影 有兴趣的人可以来捐款 就帮助他们去修复很多这些 大家可以再重新重新 回味一下这些 这些经典电影的画面 这样子 其实有时候政府的保存 可能还不如某一些 艺术工作者或是导演们 他们的家属 保留下来的资料还要多 对 启凤姐有什么珍藏吗 父亲写日记吗 父亲没有写日记 但他有一些电影的手稿 我们还留着 他当年写的剧本的手稿 对 剧本的手稿 然后还有他很会写毛笔字 他的字非常好看 然后我们在这次 在告别室的时候 也有帮他拍下来 然后放给大家看 然后他那个墨宝箱 就挂在我哥哥家的客厅 是 留给我们 等于是我们的家训这样子 对 然后还有他生前 有帮公共电视拍过 一系列推广 台湾太极权文化的影带 这些都还留着 我未来都会捐给 那个国家电影中心做保存 对 他拍过了这么多电影 跟这么多大明星合作 当年一些电影的 比如说海报啊 这些是也有留存吗 有 有找到几部 他的电影海报很珍贵 我觉得可以当传家之报 因为现在已经看不到这种 也是印刷的 可是他那个 就是 现在我们应该看不到 这种电影海报了 对 对 都是那种 像四方的 像这种大小的 比较小一点 对 小一点的 那我就是 这些我也是都捐给 国家电影中心 对 那他们会帮我们 做成那个数位党 是 所以这次其实 特别为了杨文干导演 即将要举办一个影展 对 对 今年影展 9月30号 到10月4号 对 有时候我们说 一个人的离去 会让与他陌生的人 感觉跟他更接近 因为我们会借由他离去 去温习回顾他的作品 可是可能跟他身边的人 你会忽然觉得 这是我父亲做过的事情吗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对 有啊 很深啊 因为以前不晓得父亲这么伟大 然后就是也是因为这一次 然后就是在找他很多资料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父亲为台湾记录了很多很多重贵的历史 对 我们都很为他骄傲 他平常是一个会跟你谈心或者是 他跟你沟通的方式大概是什么呢 他很温和 他从没有打过我 没有骂过我 比较印象深刻是我考大学那一年 因为他看我每天都在玩 可是他也不知道怎么跟我讲 他写了一封信给我 就是希望我尽力就好 其实他没有什么要求这样子 那封信你也还留着 没有耶 你还依稀记得他怎么说吗 信里面 其实他就是说 就是说对自己尽力 对 他觉得成绩怎么样不重要 但是他很希望我能够读大学 对 完成学业这样子 陪父亲走过最后一程 然后最后还可以帮他办影展 然后把他留下来的一些记录好好的保存 这一路以来 你觉得最后这段时间 你对父亲的 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他说 我就是觉得说 他对国家或对他热爱的工作 就是贡献很多 所以我们觉得他应该到很好的地方了 对 是 然后就希望来生还可以跟他再做妇女了 谢谢你 也谢谢你帮我们把这么多珍贵的电影资料 还有我们对杨岛的想念 也都保存得很好 谢谢 谢谢 我们迎展再见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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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